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高语言 今天是第20期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通道的使用 对吧 什么是通道 为什么要使用它 是这样啊 咱们想想 上期我给您介绍了 如何使用并发编程的携程 对不对 那么咱们好了 咱们有系统了 对吧 咱们使用携程 咱们在咱们系统中 同时开了多个携程 对吧 那么问题来了 携程之间该如何的通信呢 我当初曾给您做过一个 Python多线程的这么一个视频 对不对 在Python里面 咱们开了多个线程 那么线程之间该如何通信呢 Python使用的是通道的技术 对吧 我当初给您做视频 给您讲解了如何实现Python多线程 如何用通道让线程之间进行通信 对不对 一个老板 一个秘书 当时的例子 对吧 那么咱们在构源中 同样使用通道的概念 实现携程之间的通信 怎么做 咱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通道的使用 Channel 连这个单词跟咱们Python都一样 好 该怎么做 马上看今天实战演习的部分 好 咱们大家请看 今天代码其实不是很多 一上来 Package 闷包 不写 报错 Import 必要的包 没有问题 然后一个主函数 然后大家请看这行 这一行就是今天咱们的主人公 主角了 咱们在这个地方就定义了一个字符型的通道 咱们看一下 咱们的通道名叫做Message 信息 对吧 冒号等于没说的 接下来通过MAKE函数 给它分配一段小小的内存 大家请看这个 这个其实我认为你把它写全了更好 叫做CHAN Channel的一个简写四个字母 表示我要声明一个通道 那么声明什么样的通道 大家请看 我这给的是一个字符型的通道 也就是说咱们定义的这个Message 它其实是一个字符型的通道 这通道咱们不光是字符型 比如说anti行不行 float行不行 完全可以 今天我给你演示的例子中 咱们使用的是字符型的通道 让咱们进程斜程之间 通过这个通道进行通信 该怎么做 咱们大家往下看 在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定义了一个匿名函数 这个匿名函数里面 我做了一个循环 循环三次五次都可以 然后咱们大家看 我每循环一次 都要给这个通道里面 发一条消息 这个地方我写的是不是有点难了 咱们简单写一下 比如说 咱们要给通道发消息 怎么跑下面去了 咱们要通道发消息 怎么写 Message 然后一个小于号减号 后面 跟上您消息的内容就可以 对吧 这个就叫做给通道中 发一个消息过去 对吧 非常的简单 一行代码就搞定 那么我呢 这写了一个多一点 为什么 让您看到 我每次发消息 要给一个ID的序号 对吧 其实呢 还是hello channel 这都是没有任何的变化 对吧 只不过前面这 我加了一个小爱 咱们循环三次 每次 我要把一个序号 作为消息的一部分 发送给这个消息 这就是咱们这个匿名函数的作用 向通道中发三个消息 对吧 然后大家注意看 我这个可不是同步执行 我是加上面加了个go 对吧 我是一步执行 咱们想想看 咱们上一期 咱们一步执行一个函数的话 不管你匿不匿名 对吧 咱们执行完这代码之后呢 系统并不会停住 它会往下执行 那么系统可能就直接退出了 所以说 所以说咱们上期避免系统退出 咱们加上一个sleep 加一个time sleep 对吧 然后睡一秒钟 那么系统就不会退出 等待咱们的鞋程执行完成 对吧 但是今天您看我的代码 有没有sleep 没有 我干嘛不睡那一秒钟了 是因为 大家看 我往通道里面发一个消息 那么我该怎么接收消息呢 大家请看 通过这个代码 接收消息 从message 自扶行通道中 接收一个消息 然后把它付给result 这个变量 那么咱们系统主线程执行到这行代码的时候 会停住 为什么 它等待这个通道中 给咱们发送过来消息 它接收到消息之后 它才会继续往下走 所以说今天的代码 咱们不用加什么 我睡一秒 睡个几秒钟 咱是不用加代码 因为这个代码 它就阻塞住 它就会停住 好不好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 一步匿名函数 发消息 咱们在主线程中 接收消息 并且把它打印到屏幕上的 简单的例子 好不好 咱们马上实验一下 OK 我本地给您建一个 闷点 没有问题吧 然后拷贝上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代码 试一试 通过我今天这个例子 您会发现 原来携程之间的通信 也不难 甚至说很简单 是吧 拷贝过来 存盘退出 好 咱们清评一下 然后 Go Run Main 大家注意看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地方 发送了三个消息 那么在这个地方 会接收到这三个消息 并把它打印出来 对不对 这个就完成了 这是一个一部携程 对吧 咱就完成了一部携程 发送的消息 咱们在主线程中 接收到 并且打印出 咱们接收到的消息的内容 好不好 OK 咱们简单再试一下 比如咱们这个地方 不叫三个 咱们改一点 比如咱们叫十个 行不行 这无所谓的 对吧 叫多少都可以 存盘退出 好 实验一下 Go 一样的吗 这怎么 我看一下 我这 对了 这就是个问题 是这样 我这个地方 刚刚把它变成了十个 对我 但是为什么打三个 因为我下面这个地方 只是接收了三次 除了说 这地方我应该再做个循环 循环十次 接收十个信息 然后分别把它打印出来 好不好 这个其实发送几个都没有关系 主要是看你接收的时候 你有没有把它接收到 你有没有去有意的去接收它 好不好 OK 这个就是简单的 咱们在构言中如何实现通道的一些个基础的概念 希望您能够理解 您在您的系统中 如果编多线程多协程的应用的时候 同时想让协程线程间进行通信的话 请使用通道的技术 好不好 今天把这个支持点分享给大家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您下载一下吧 然后下面是我的小马视频的官网 有兴趣朋友 也希望您能够访问一下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